我穿书了 穿成了一本苦情虐文的女主 女主生前 所有人都不重视她 可她死后 所有人却开始怀念她 后来 我干脆把他们都杀了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斗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穿书前 我还在审讯室内 强烈的灯光打在我脸上 刺眼得很 年轻的警察冷冷地注视着我 你杀了五十几个人 难道心里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 我气定神贤地笑了 警察先生 你在说什么呢 我可是能背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遵纪手法好公民啊 我看到她的脸色 愈发地沉了下来 你在三天前杀了一个强奸犯 并在她生前割去她的下体 强迫受害人吃下 听到警察的话 我愉悦地轻笑了起来 可我还没笑几秒 突然脑海里想起了一个陌生的机械音 以检测到合适人选 绑定成功 开始传送 以接收全部剧情 下一秒 我失去了意识 瞧瞧 瑶瑶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了 你赶紧去哄哄她 她知道你错过了高考难过 可瑶瑶也不是故意的 她也是好心想给你做一碗面 你得了急性肠胃炎 只是碰巧而已 你作为姐姐 多包容一下妹妹 瑶瑶身体弱 可禁不起这折腾 我面前站着的这对中年男女 正是我这具身体的父母 南小光和刘春梅 我穿书了 穿的还是一本被读者评为十大虐文之一的小说 女主南乔生前不被家人重视 甚至连身为青梅竹马的男主宋旭 都偏向白莲花妹妹南瑶 他们像脑子被门夹了一样 只相信南瑶说的话 宋旭虽然身为南乔的男友 可她更在乎却是妹妹南瑶 最后南乔患上了重度抑郁 她终于承受不住 从高楼一跃而下 南乔死后 她的魂魄并没有离开 她看着原本对她末世的父母 对着她的一向跪地痛哭 宋旭则是发了疯似的 要带女主的尸体回家 南瑶身败名裂 失去了所有人的爱 她也疯了 但南乔的生命 却再也回不来了 她看着这些 自己曾经深爱过 却又伤她最深的人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畅快 如果可以 她希望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 来接管她的人生 于是我便被一个 叫做系统的东西 传送来了这个世界 从现在开始 我便是南乔 南乔 你在听妈妈说话吗 还不赶紧去叫妹妹出来 刘春梅见我没有反应 不悦地说道 知道了 妈妈 我浅笑了一下 推门走进了南瑶的房间 南瑶原本趴在床上 听到动静 抬起头来 她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小脸渲染玉气 见到我的一瞬间 南瑶哭着说道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错过了高考 明明你那么努力 每天学到两三点才睡 爸妈说 你这次如果考不上 就不让你去读书 我却害你失去了 唯一的高考机会 她冲到我面前 抓住我的手 姐 我知道一定很生气 你打我吧 哪怕你打断我的手 都没关系 下一秒 南瑶的脸 直接被打得歪了过去 两行鲜血 从她挺翘的鼻子流下 我用的力道不小 南瑶的右脸 直接肿了起来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写满了震惊和愤怒 但她没来得及 惊讶太久 我轻轻地抓住了 她的右手 南瑶的右手非常纤细 手指修长漂亮 她是艺术生 家里花了很多钱 供她学习画画 原本女主在绘画上的天赋 比南瑶更好 但家里的收入 只能供一个人学画画 刘春梅和南小光 没有丝毫犹豫地 选择了南瑶 你说让我打断你的手 对吧 我轻声细语地说道 南瑶的脸上露出深深的恐惧 她发出尖叫 爸 妈 快过来救我 姐疯了 但还没等他们赶到 我就折断了南瑶的右手 南瑶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刘春梅在门口爆发出一声尖叫 南瑶疼得倒在地上 脸上全是冷汗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从今以后 你的人生会如地狱一般 凄惨 南小光双眼赤红 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 抬起手就要打我 可她粗糙的手还没碰到我 就被我抓住了 你 你怎么敢打你妹妹 南小光战红着脸 朝着我怒吼道 我非常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爸 是妹妹说只要我消气 哪怕打断她的手都没有问题 您说过 妹妹从小就不爱撒谎 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也相信她给我做的那碗面 绝对没有问题 既然妹妹如此真心实意地 想让我消气 我当然得满足她 因为我记得 您和妈打小就教育我 妹妹提的要求 我这个做姐姐的都得满足 我现在已经满足了妹妹的要求 为什么您和妈妈要如此生气呢 刘春美听到我的话 也顾不得去看南腰的伤势了 尖叫着就要扑过来打我 我怎么会养出你这种桑尽天良的女儿 这是你妹妹啊 你不知道认错 竟然还强词夺理 但她身子都还没碰到我 就被我灵巧地躲开了 刘春美又气又急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南小光脸色铁青道 南腰跪下 我的双眼微微睁大 南小光似乎还没意识到 他的手还被我抓着 爸爸 我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下跪 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妹妹的要求而已 从小我只要哄妹妹开心了 你们就会表扬我 会给我一点点笑脸 你们让我放弃学画画 说我的文化成绩比妹妹更好 我答应了 虽然就连老师都说 我放弃画画可惜了 那天我生日 你带我去买礼物 我看中的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裙子 可妹妹也看中了 您还记得吗 那裙子只有一件 况且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您却依旧告诉我 既然妹妹喜欢 我这个做姐姐的 就得满足妹妹 这是您从小对我的教育 我时刻紧记在心 我错了吗 我嘴角微微上扬起一个诡异的弧度 南小光刚要骂我 可下一秒 他却发出杀猪般的刺耳惨叫声 因为我一根一根地掰断了他的手指 手指骨折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其他人的耳朵 刘春梅先是吓得愣了几秒 随后发疯似地冲过来 南乔 他是你爸呀 你这个畜生 刘春梅抄起一旁的棍子 就要来打我 这根棍子上沾染了很多暗红色的污渍 是袁主小时候的噩梦 最严重的时候 袁主曾被打得皮开肉绽 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才能下床 所以但凡刘春梅抄起这根棍子 袁主就会下意识地下跪道歉 可是这对我来说 却并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效果 我轻而易举地挡住了刘春梅的攻击 然后将这根棍子掰成了两半 我非常平静地看着又怒又怕的刘春梅 妈 爸已经疼得休克了 妹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要是再不把他们送到医院 妹妹以后的手就真的不能用来画画了 您这么多年花在他身上的心血 全部要打水漂了 我似笑非笑地说道 刘春梅这才回过神来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跑出去找人帮忙了 没多久 南小光和南瑶就被台上救护车了 南瑶躺在单架上 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眼 隐忍地痛苦说道 姐姐 这下你消气了吗 不得不说 女儿是有几分实力在的 就算是痛到了极点 她也不忘记装模作样地来这么一出 周边的邻居对着我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但他们被我冷眼一扫 就不敢说话了 刘春梅摊在地上哭着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养出一个这样的女儿 我指负在她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刘春梅就止住了哭声 妈妈 您不希望南瑶在医院出任何事吧 把我惹急了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哦 我跟着刘春梅来到了医院 南瑶的手已经被打上了绷带 此刻她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脆弱的如同玻璃娃娃 我之所以会让南瑶去医院 是有原因在的 园主会在这里遇到南瑶 南瑶的主治医生 原剧情南瑶也会来到医院 只不过她是因为对园主愧疚 导致情绪波动过大 昏迷被送到了医院 而南二霍卷便是南瑶的主治医生 园主被父母命令 每天给南瑶送饭 便和霍卷认识了 霍卷风趣幽默 和园主以及南瑶都成为了朋友 但这本语文最令人甚疼的地方 就在于后期霍卷也喜欢上南瑶 南瑶后来患上了尿毒症 为了南瑶 霍卷苦口婆心劝原主给南瑶一个肾 原文里是这么形容霍卷劝女主的画面的 霍卷点燃了一根烟 慵懒得倚靠在了那里 她半抬眼 小乔把肾捐给瑶瑶吧 她是你的妹妹 南乔只觉得心脏一疼 像是被人饿住了一般 是她让你过来劝我的 瑶瑶并没有这么做 她不想伤害你 但你是她的亲姐姐 我知道你一直是个善良的女孩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对吧 霍卷锐利的目光 就如同刀一般搁在南桥心里 南桥摇摇欲坠 最后颤巍巍地说出了一个好 此时一个长相斯文 身材高挑的男人走进了病房 他正是文中的男二霍卷 南瑶泪眼婆娑 无意识地用另一只手 抓住了霍卷的衣角 医生哥哥 我的手还能画画吗 霍卷温柔地笑了笑 虽然你的情况很严重 但是相信我你会恢复的 南瑶这才松了口气 姐姐姐不要生气 别再打我了 刘春梅含着眼泪 无比心疼抱住南瑶 一脸厌恶地看着我 霍卷皱着眉头看我 眼神不带善意 想来 他怕是已经从南瑶那里 听说事情的前因后果了 我不着不急 微微一笑 我走到霍卷面前 点起脚尖 呼吸喷在了他的脸上 霍卷往后退一步 耳尖微红 医生 你说你能治好我妹妹的手 霍卷点了点头 是吗 他伤得还不够严重对不对 霍卷拧着没看着我 显然不理解我 为什么要这么问 但很快 他就明白了 趁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我抓着南瑶的右手 咔嚓一声 南瑶面目扭曲地惨叫起来 确实是我下手太轻了呢 谢谢医生提醒 那现在 是不是治不好了 我露出一个恶意的微笑 南瑶疼得不住的尖叫 刘春梅双眼血红 扑过来就要跟我拼命 我皱着眉头 躲避着刘春梅发疯一般的攻击 妈 省点力气吧 我听到您昨晚跟爸讨论 说家里的钱 不足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 瑶瑶学画画的费用太高 一节课就要一千多 您说 反正我错过高考了 不用让我去打工补贴家用 倒也不算是白养我了 您是这么说的吧 我笑眼弯弯地看着刘春梅 刘春梅喘着粗气停了下来 她有些心虚的一开视线 但硬着头皮说道 那又怎么样 我把你养到成年 已经人之一尽了 我温柔地注视着刘春梅 体贴地说道 妈 您看我多为您着想 现在妹妹的手彻底不能画画了 家里的负担变减轻了 您再也不用还不到50 就操心地白了很多头发了 刘春梅瞪大双眼 颤抖着指着我 哆嗦了半天 霍卷的脸色很难看 就算你再怎么讨厌你的妹妹 你也不能 男瑶 你别担心 我一定可以治好你 但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折断了双手 霍卷斯文的面孔 因为痛苦彻底扭曲变形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倒是忘记了 后期你会被人称为画佗在世 现在你的双手没办法进行手术了 要怎么成为画佗呢 是啊 男乔再怎么讨厌一个人 他也不会去伤害他 可是我不一样啊 霍卷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摧毁别人的幸福 你只不过是失去了一双手而已 可是男乔能获得活下来的机会 我蹲下身 拍了拍霍卷的脸颊 霍卷双目星红地望着我 但她却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 好像冥冥之中 她会对谁说出类似的话 不过很快 疼痛让她无法思考 我不顾病房里 刘春梅撕心裂肺的哭声 离开了医院 现在我要去的地方 是书中的男主 也正是我的青围竹马宋旭的家 宋旭身为小说里的男主 具备典型的三大男主特征 长得帅 家庭好 脑子装的是空气 文中当时描述女主错过高考 来找宋旭安慰的时候 是这么形容的 男乔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 明明错过高考的是自己 但妈妈竟然还要让她去安慰男瑶 爸爸责怪她不懂事 让男瑶情绪失控进了医院 没有人记得 她三年的心血一下子白费了 她深知 父母不会让她有复读的机会 家里大部分的钱都供了男瑶画画 爸爸说妹妹画画很有天赋 以后能挣很多钱 所以她要懂点事 把机会让给妹妹 南桥恍惚之中却在想 明明当初绘画老师 夸有天赋的人是她呀 窗外下着很大的暴雨 她没带伞 浑浑噩噩地走在路上 现在她只想找到宋旭 只有宋旭会站在她这一边 她终于来到了宋旭家里 宋旭心疼地替她擦拭湿漉漉的头发 南桥缓缓红了眼睛 她刚要说话 下一刻 宋旭却说道 小桥 瑶瑶也不是故意的 别跟她计较了 赶紧去医院看看她 我和你一起去 温暖的暖气房里 南桥却觉得遍体生寒 她盯着青梅竹马熟悉的面孔 却又觉得无比的陌生 眼前的这个人 真的是她认识的宋旭吗 天空果然下起了暴雨 豆大的雨滴打在我身上 我站在了宋旭的家门口 按了一下门铃 很快 宋旭开门出来了 小桥 英俊的少年连忙拉我进来 用毛巾轻柔地擦拭着我的头发 你怎么淋雨过来 感冒了怎么办 宋旭的眼里 明晃晃是对我的担心和关切 我盯着她的脸 嘴角缓缓咧开 小说里 原主高考失利之后 在父母的逼迫下 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打工 但宋旭却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一年后 南央考上宋旭的学校 成为了她的学妹 两人在朝夕相处之间 更是生出了不一样的感情 宋旭虽然觉得对原主有愧 但却控制不住地去和南央在一块 于是出现了一些虐文里经典的桥段 原主生病发烧 宋旭却去南央的生日派对 原主好不容易靠着努力 考上心目中的大学 想要找男友庆祝一番的时候 自己的男友 却在为南央庆祝第一次举办画展 直到最后 原主从高楼一跃而下 宋旭的脑子 才仿佛突然被开光了 他是最后一个 知道原主去世消息的 原主去世的时候 他正在陪南央 一起在国外举办画展 原主去世的前一周 曾经祈求过 宋旭能能留下陪他一会儿 但南央一个电话 就让宋旭匆匆离开 原主死后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最爱的是南桥 他开始发疯 坐天坐地 不让南桥的尸体下葬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宋旭似乎被我的眼神 叮得有些发毛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笑着摇头 宋旭这张脸 倒是长得挺漂亮的 可以将他的脸皮撕下来收藏 阿旭 我妹妹在医院 我缓缓说道 这时候的宋旭 还不知道南药住院了 他身体猛地绷紧 摇摇怎么了 他似乎因为内疚 让我错过高考的事 情绪过于激动了 宋旭看着我的眼神里 带上了一丝责备 小乔 摇摇的身体一直很差 为什么你要跟他斤斤计较呢 他是你的亲妹妹 他是绝对不会害你的 这就是一个意外 你错过高考了 明天还可以再来 可是摇摇的身体 却没有再来的机会 我知道你很委屈 你放心 就算你以后考不上好的大学 我养你就好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一脸惊奇地看着宋旭 有点难以理解 作者创造这个角色时的精神状态 我跟着宋旭来到了他的房间 宋旭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还来不及收起来的照片 他和南药的合照 照片里少年少女互相对视 笑得极为灿烂 宋旭手忙脚乱地收起照片 想要跟我解释 我摆了摆手 我懂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把她当做妹妹 对不对 宋旭松了口气 随后打开衣柜 想要给我拿一件衣服 可是刚打开衣柜 我就在里头看见了一件熟悉的连衣裙 那件连衣裙 是那天远主生日时特别想要的裙子 但南药也看上了这件裙子 他对着南小光一顿撒娇 这个裙子就落在了南药的手里 南药为了刺激远主 经常穿着这件裙子 在远主面前晃悠 我扭头 似笑非笑地盯着宋旭 宋旭此刻无比紧张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小乔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裙子是瑶瑶上次来我家 不小心弄湿了衣服 宋旭毕竟现在还年幼 撒谎十分拙劣 他脸色仗得通红 支支吾吾的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非常大度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阿旭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宋旭紧绷的身体明显放松下来 小乔 我就知道 你不会随便怀疑我的 我心里喜欢的人只有你 宋旭牵起我的手 走 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瑶瑶 你是他姐姐 只要你说了原谅他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换上新的衣服后 宋旭迫不及待地说道 看得出 他是真的非常担心难咬 我轻叹了一口气 阿旭 原来在你心里 我还是比不过难咬 宋旭扭过头 你在说什么 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重要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为我去死吗 宋旭迟疑一下 点了点头 他以为我的意思是 他爱我胜过于他自己 可是他不知道 其实我说的是字面意思 我朝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我就知道 阿旭你爱我 去医院看妹妹之前 我打算给他做一个营养汤 宋旭疑惑得的看着我 可是我家里没有材料啊 我笑眯眯道 阿旭 现成的材料就在我面前啊 宋旭终于意识到了 有些不对劲 但他并没有多想 只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别闹了 小乔 宋旭有些不耐烦了 我起身走向了厨房 阿旭 你家里有没有那种生锈了的 或者是炖一点的菜刀 这样骨头一下子砍不断 我满意地发现了一把 放在角落里的生锈菜刀 你看 这个就很不错 我提着菜刀走向了宋旭 他站在那里 似乎不明白我要做什么 我歪了歪脑袋 笑音音道 怎么还不跑 宋旭皱眉 刚要说话 呼吱一声 我的刀筒进了他的左腹 锐物进入皮肉发出的美妙声音 让我发出享受的溃叹 我眯起双眼 像只燕族的小猫 阿旭 宋旭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鲜血很快从他腹部涌出 滴落在地 我将刀从他腹部抽出 你看 这就是钝刀的好处 你会感觉很痛 却一下子死不了 我呀 最喜欢看人在死前挣扎的样子 我舔了舔嘴唇 你 你要杀我 为什么 难瞧 为什么 宋旭震惊地大喊道 你恨我 恨我偏袒南窑 你竟然恨我到了这种地步 宋旭惊恐地往后退着 我却摇摇头 阿旭 你知道吗 曾经有个记者采访连环杀人犯 他问他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对这些人有什么恨意 可是他说 杀人就像每天吃完饭的一个散步一样 对他来说 就是非常日常的事情 对我来说 也是这样的 你的肉很健壮 我相信 南窑一定会吃得非常满意 宋旭想逃 他大喊着救命 往大门跑去 下一秒 我砍断了宋旭的脚筋 宋旭发出一声惨叫 他趴在地上 挣扎着要爬到门口 救命 我不仅不慢地跟在他身后 阿旭 你真是口是心非呢 你嘴上说我是最重要的 可每次我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你都告诉我 我要忍耐 你说他是我的妹妹 他们是我的父母 大家都是爱我的 那天我和南窑同时摔倒 他压在了我身上 你却毫不犹豫地 先问南窑怎么样 他有没有受伤 可你不知道 他是故意的 他的后背碰到了一块碎玻璃 现在还留下了疤痕 阿旭 既然你这么喜欢教人忍耐 能你现在也忍耐一下吧 我举起刀 在宋旭惊恐万分的眼神中 挥了下来 三个小时后 我哼着歌 擦拭掉地上的血迹 我将香味肆意地 汤装在了保温盒里 随后 我打车来到了医院 一进病房 我就声泪俱吓地哭诉我错了 此时南家三口人 见我的反应是又怒又怕 瑶瑶 姐姐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这么对你 我擦着眼泪说道 这是姐姐熬的汤 你快点喝吧 南瑶似乎怕我也在汤里加料 哆嗦着摇头 你放心 这汤里没东西 我先喝了一口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哭着说了好久 南瑶才将信将疑地 把汤端了过去 南小光冷哼一声 抬起手就扇了我一巴掌 刘春梅也踹了我几脚 见我鼻青脸肿 也不反抗的模样 他们才终于相信 我是知道错了 跪下 给瑶瑶认错 我乖乖地跪了下来 见我这富狼狈的模样 南瑶心情很好 爸 我不怪姐姐 姐姐只是太生气 才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 我怕姐姐伤心 其实早就给姐姐准备了礼物 我当然知道 南瑶口中所说的礼物是什么 传到了宋旭手里 南小光和刘春梅 不仅没有提原主报警 甚至还觉得 是原主给他们丢了脸面 当原主心灰意冷地 去找宋旭的时候 原文是这么描述的 南乔只觉得身体脏了 他永远不会忘记 那几个混混 对他做的那一切 他被人发现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他们用烟头烫他 用小刀割他的肉 他们用世界上 最脏最恶毒的话羞辱他 南乔觉得自己 不仅身体脏了 甚至仿佛连灵魂 都被扒得一干二净 而他狼狈不堪地 回家的时候 却被父母指着脸 你去哪里鬼混了 好人家的女孩 会这么晚回来吗 我们养你 不是让你丢人现眼的 南乔只觉得很累 之后 那些照片被传得到处都是 所有人都在对他指指点点 他无助地寻求父母的帮助 却换来母亲狠狠地一巴掌 南乔趴在他耳边 轻声问道 姐姐 喜欢我送给你的这个礼物吗 南乔去找了宋旭 他要铺在宋旭的怀里 好好哭一次 可他刚要扑进 这个最爱的男人怀里 却被不着痕迹地躲开了 那一刻 他心如死灰 甚至比那天被凌辱的时候 更为疼痛 南乔小口地喝起了汤 姐 你这汤炖得挺好的 是什么肉 他好奇地问道 你最喜欢的送哥哥的肉 我皮笑肉不笑道 南乔笑了 你再开玩笑吧 南乔又喝了一口 他很快就喝完了全部的汤 谢谢姐姐 希望之后 你会喜欢我送你的礼物 南乔了弯眼睛 眼里流露出的恶意 不加掩饰 他逐渐失去耐心了 原来身为恶毒女配的手段 也不过如此 我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 我果然遇到了四个混混 他们宁笑着逼近我 将我堵在巷子内 小美女 你乖一点 我们会下手轻一点 你越挣扎 哥哥们越兴奋 领头的混混 一脸猥琐地笑着说道 半小时后 我浑身血污地走了出来 我随手甩掉 粘在身上的肠子 用纸巾小心翼翼地 擦拭掉脸上 喷溅上的血迹 这些垃圾东西的器官 我不屑收集 我给南瑶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是四个血肉模糊 不成人形的男人 我相信 南瑶很快就会相信 我说的话了 果然不出半分钟 我就接到了南瑶的电话 那个汤 南瑶的声音颤抖里 带着深深的恐惧 嗯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电话那头传来 南瑶不住的干呕声 他足足干呕了一分多钟 才开口道 你杀送哥哥 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 你不是说那肉汤很好喝吗 我 那些混混的手机里 有你让他们去 淋录我的证据 你现在只是失去了 画画的能力 但你不想你的人生毁掉吧 你这个疯子 宋哥哥那么喜欢你 南瑶在电话那头尖叫 我挂断了电话 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 要去做 一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兴奋的浑身发抖 半个月后 南小光和刘春梅 带着南瑶回到了家 而我早就已经在家里 等候他们多时 南瑶一见到我 就跟见了鬼似的 想要往外跑 刘春梅倒是没察觉到什么 张嘴就要骂我 都开不了门 姚姚别费劲了 这门已经被我改造过了 我微微一笑道 南瑶一脸惊恐地转过头 你想干什么 南小光也瞪着我 一副要把我吃掉的表情 我不急不缓开口道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 姚姚 我感觉你虽然是个恶毒反派 但似乎不太聪明的样子 可南桥身边的人 却总是会被你轻易地迷惑 所以我好奇 你们的脑子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想要打开看看 你们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和普通人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十分认真地说道 南瑶都快被我的话下疯了 他瘫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我打开柜子 里面是一排排电钻 嗯 找这些二手电钻 可费了我老大劲了 毕竟我不喜欢 让你们死得太快了 我想要慢慢地 打开你们的脑子 南小光哆哆嗦嗦地 拿出手机要报警 我眉头微皱 在这个世界遇上警察 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爸爸 你想做什么 想要报警 你真的让我好伤心啊 小时候你打我 差点把我打死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报警 我现在只是想 打开你的脑袋看看而已 下一秒 南小光的手掌 就被飞来的刀 直接切断了手掌 他发出极为淒厉的惨叫声 刘春梅和南瑶 已经被吓傻了 一股腥臭的液体 从南瑶身下涌出 他哆哆嗦嗦地哭着说道 姐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不该这么对你 我走到南小光身边 往他的伤口处 倒了一点酒精 南小光疼得抽出了两下 就昏了过去 哦 瑶瑶说来听听 你错在哪里了 我倒是第一次听见你 真心实意地道歉 刘春梅护住南瑶 撕心裂肺地喊道 南乔 就算你再怎么对我们有偏见 我们也是你的亲生父母啊 我们有少过你一口饭吃吗 我没有回答刘春梅的话 而是直直地盯着南瑶的眼睛 告诉我 你错在哪里了 小时候每次闯了祸 我都会嫁祸到你的身上 我那张拿来比赛的获奖作品 是偷了你的草稿 我也喜欢宋旭 所以一直偷偷和他见面 那几个混混的确是我找来的 我就想给你一点教训 南瑶一边哭着 一边说道 刘春梅震惊地看着南瑶 瑶瑶 你说的都是真的 她似乎直到现在 才意识到自己心爱的小女儿 并不是表面上那般的纯真无瑕 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放过我吧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 南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抱住了我的脚 我就是嫉妒你 嫉妒为什么只有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而我从小就疾病缠身 我嫉妒连宋哥哥也喜欢你 我就想把你毁掉 原谅我吧 我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瑶瑶 你真的什么都肯为我做 南瑶拼命点头 我递给了南瑶一把电钻 那你替姐姐把妈妈的脑袋钻开 我还是很好奇 里头装的是什么 南瑶 刘春梅都愣住了 只要你钻开了她的脑袋 姐姐就放过你好不好 南瑶扭过头 死死地盯着刘春梅 她的双眼逐渐泛红 拿着电钻一步步走向刘春梅 刘春梅连连见叫 你想干什么 瑶瑶 我是你妈妈呀 南瑶却疯了一般 扑到刘春梅身上 此刻她身体爆发出了极大的力气 她死死地压着不断挣扎的刘春梅 打开电钻 对准了她的脑袋 下一刻 电钻插入了刘春梅的脑袋 她如同一条冰死的鱼 在不断地抽搐着 鲜血喷溅在了南瑶的脸上 她哭了 妈妈 我知道你爱我 我知道你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的 我要活下来 我不想死 我好奇地蹲下来 看刘春梅的脑袋 但很可惜 我失望了 她的脑子里面 和我之前解剖过的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区别 姐 你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 她满脸血污 期待地看着我 我刚想跟她说 杀人犯说的话是不算数的 可谁知 原本昏死过去的南小光 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 她扑向了南瑶 竟将刀插入了南瑶腹部 原来你一直在假装 南小光咬牙切齿地说道 此刻 她的眼里早就失去了 平时对南瑶的慈爱 或许她之前爱得多么深 被知晓欺骗之后 就对南瑶有多么恨 南瑶在震惊之后 不甘心地与南小光牛打起来 最后 让我没想到的是 南小光用电钻 结束了南瑶的生命 而她满脸复杂地 看了我一眼之后 义无反顾地 用刀划开了自己的喉咙 就在南小光彻底咽气的那一刻 我听到了脑海里 久违的系统的机械声音 原主愿望已经完成 宿主即将离开任务世界 即将开始传送 原世界翻外 南桥死后 她的魂魄飘在了空中 她看见宋旭发疯般地 将她的尸体藏了起来 宋旭病态地抱着她的尸体 丝毫不顾她身上 传来的腐臭的味道 亲吻着她的嘴唇 小乔 我回来了 我们结婚吧 你看 我给你定做了婚纱 你穿起来一定很漂亮 宋旭颤巍微微地 想要给她戴上戒指 可是她的手早就肿胀得不成样子 根本戴不上戒指 宋旭试了半天 最后发狠地将戒指扔到一边 嚎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傻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南桥麻木地看着她 她已经等了她太久了 我爱你 小乔 我爱你 宋旭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她 直到大门被人暴力地敲响 等等我 我马上回来 宋旭亲吻了她的额头 冷着脸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南桥的父母 这两个中年人 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岁 刘春梅一叶白了头发 她一巴掌打在宋旭的脸上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南桥看着她们的样子 却只觉得可笑 她不明白 为什么生前所有人都更爱男咬 可是死后 她却变得无比重要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太懦弱了 生前她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 如果能重来一次 她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人 来替自己走完这一生 就在这时 一道白光在南桥面前出现 她看见白光之中 有一个和她长相相似的女孩 女孩戴着手铐 表情悠哉地在跟警察对话 南桥心想 如果是她的话 一定能让她的人生有所不同 于是她拼命地朝着白光飘去 求求你帮帮我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